這個就是我的VLOG 啊!暑假第一天你知道嗎,其實是非常非常的就是說 你知道,很迴廢,因為今天完全沒有什麼行程 就是我單純就是出來走走這樣子而已 然後現在就是拿著相機 那相機這樣亂跑 好,現在試試過不逛 然後拍照 這樣子 這裡 這裡 這東西呢 是景樂的一個小公園之類的 對,但是 基本上沒什麼在用 因為 這是郊區 所以 沒有什麼人在用啊 坦白講 然後 看一下 然後 這邊的話 其實也沒什麼東西 沒有吧 國家就是這樣 你們可能不知道 今天早上其實是特別漂亮 超級漂亮 然後 看了很多 然後 先帶你們回到 這個 日出的時候 好 Let's go 現在大概是五點數分左右 太陽其實已經跨升起來了 超美超漂亮 那麼 現在 其實已經 將近五點半了 然後 現在 已經 五點三十五分左右 太陽已經完全已經升起來了 超美 超漂亮 很多人可能會問我說 欸 為什麼你不用相機拍呢 其實它沒有翻轉螢幕 何謂翻轉螢幕呢 就是 我不能把我所看到的螢幕給翻轉過來 然後看到 它拍了一些狀況 就是還蠻無言的啦 畢竟每個相機它都有它的一些 一些功用在 那接下來我就帶大家去 休息的地方好了 Let's go 單單 Family 這是我這邊 我這邊休息的一些地方 然後呢 我都會在這邊 可能說買飲料 買吃的之類的 對 這也是我們家唯一可以 買零食的地方 距離我家大概了不起才 一兩百公尺左右 算盡了 之前它還沒有來的時候 其實是 要來回走 要走 1.6公里 去家 很小間一家全家 你知道嗎 超級可能 今天終於有了 開心 超累的 有時候剛剛在湖外的時候 你會去尋找特別一些物料 包括說動物啊 草花啊 風景之類的 然後去湖住那一瞬間 走 買可樂 這裡 爽 收藥 爽 爽 全景 泥 零 示範 日舒的時候雲層都很漂亮 原因是因為都很漆 對 所以都很 很有一些 它的一些美感在那邊 這裡超舒服的 其實有的時候大自然的風會比 冷氣的風吹的還要有點 還要更舒服 畢竟它是自然的 它不是人為的 走 回家來見影片 那今天就是到這邊囉 因為現在已經 已經5.35分左右了 已經快晚養了 然後等一下要去吃飯之類 還要去幫忙 所以今天就先到這邊 跟大家先拜拜 對然後明天會不會去跟別人打球 對然後希望明天打球的時候內容會豐富 對然後我們明天見 然後如果你喜歡的話 請在下方按訂閱 拜拜